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软件里面的资讯功能的使用 按按en invasion 並單卡一下資訊按下 內 Im 內有幾個選擇 第一個呢 是一個專家資訊 還是 走了一些相關資訊 Choi is the world 即是軟件會搜集一些相關資訊 放在裡面 然後它會ر十坎的選擇 比如說個 霸財資訊會搜集 NSH 相比較重大影響故事的The Big 那炒股邦雜誌裡面是一些相關的分析 市場運動其實會在盤中鎮下一個實時的監察 即是給一些股票出現一些比較大量的主動買盤或者股盤 這樣這裡會有一個更新 那後面的名人名罪那些外盤資訊這些都是一些相關的文章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那這個快訊也是類似的 它可以按照你的分類就是你的自信股裡面 有添加了自信股的 那這裡就會自動就是 釋放一些跟你的自信股相關的新聞 就會跟這裡就是顯示 一般就是那些列積公告 或者一些重大的資金的流行 你也可以按照不同的市場的類型進行的顯示 那財務資訊呢 那財務資訊呢 只要是一個個股裡面的一個詳細的財務信息 那這個功能呢 你根據那個個股裡面按那個F10是一樣的 例如說日內的墨認是一個一後的一個長和的那個財務信息 你可以跟這裡就是 插換那個不同的那個白面震行的策略 譬如說那個經營分歧就是這個 這間公司的經營那個構成 就是涉及哪些聶幕 或者呢 主要是哪些地區進行那個經營 可以直接跟右上方這裡呢 私有那個代碼 就是上下一個切換 那這裡有一個新股 那個新舊那個資訊 就是對於一些即將上市的一些新股 你可以跟這裡查看相關的一些收費 那這個世界經濟指標呢 只要是顯示就是當前一周內 比較重大的那些數據那個公佈的時間 可以看到 譬如說這些這些數據 是今晚一刻進行一個公佈的 那現在處於一個待公佈的狀態 這些數據呢相對來說 都是對市場有一個比較大的影響的 那這裡有一個關照那個重曉性 就是那個分類的 這些是相關的這些文章 這些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下 下面這裡有一個國際收價表 這個優價表呢 就是一些比較重要的一些戰略 就是那個不同國家 可能有自己那個 即是有時的那個時間 就是有時的那個時間 那就會跟這裡有一個 詳細的那個顯示 這個資訊的功能呢 資訊的功能呢 主要是方便大家那個 就是輔助的那個作用 大家有需要的去看一下 那以上是今天跟大家那個分享 感謝大家的收聽